活得痛苦 如果不能在精神上安慰自己 生活还怎么能够继续下去 可是安慰自己 不是伤害别人的理由 有一种人 就是阿Q这样的人 他的本性啊 倒不坏 这跟我们今天很多人一样 这个工作明明不喜欢 无数次想要辞职 而最后去安慰自己 这就是生活 每个人都这样 最后不了了之 有些人所谓的成熟 就是面对生活的态度 由不平则鸣 转向得过且过 忍受多于改变 如果只是自己承受这一切 还没有关系 可是如果你把这种恶 发泄在那些无辜的人身上 那就是不可原谅的 当然现实就是 没有人会真正关心 你活得累不累 开心不开心 大家只是在看你的热闹 有的时候说一些不痛不痒 甚至是冷嘲热讽 阴阳怪气的话 人民脑袋上的辫子 当然没有了 可是人性依旧 我发现 理解 你活得累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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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